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是你们的全新的小刘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换了个新的发型 新的一年嘛从头开始之前留起长发主要是因为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剪头发 后来留着留着感觉可以试一下我从来没有试过试一下 然后的话有一说一确实挺酷的但是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干脆把它全部剪了 留点新的发型留点这个新的那种感觉那种feel是吧 OK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来看美女 对你们有听错看美女 前几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有一个排行榜 分什么T0啊T0.5啊T1啊 然后有很多人跟在后面 哎我就想我的抖音上面从来就没有说出现过很多美女 然后这个这个排行榜是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稍微品鉴品鉴对吧 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认真的品一下这些美女好吧 说实话我很直接的看美女就看美女 我不要整什么不要心动挑战就看美女嘛 不要不要说的那么高尚 那么咱们定一个规矩 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的OK啊 那你就发一个漂亮 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的不OK 那你就发一个 建议你出演水浒传 我们先随便点开一个看一下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样人这么喜欢在抖音上面 看美女了是吧 这确实可以啊 我 对吧 这没得黑 确实可以 为什么它能有132万播放呢 我在想假如我 录一个同样的舞上去 我能不能有这么高的播放 我觉得如果它是因为这个舞 获得这么高播放量的话 那我也行 我作为舞蹈区的佼佼者 现在给你们随便来一段 品一品 就舞姿而言 我跟那个美女 差多少赶紧 打分 打分 满分十分 给我打几分 给那个女的打几分 就单论舞姿啊 这真可以啊 我觉得蛮好 蛮好 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些幼儿园里面的那些小女孩 我看一下她到岁哦 还没写 没写 那我擦一下 擦一下她应该 应该 应该 三岁吧 这个还不错 对吧 但是 它有个问题 就是 放不开 放不开怎么能行呢 是吧 所以身为一个美女 必须要放得开 首先气质这一块 就得给它拿捏住 这可以啊 我觉得这也可以啊 我怎么感觉谁都可以啊 我觉得谁都 谁都挺好看 好校园啊 就是那种校园女神的那种感觉 真的会有人能笑得这么好看吗 这种女生素颜也好看 画的妆也好看 那真的极品 对真的 说实话 这个真的可 这个人我还关注了他 这个人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抖音博主 我真的 Race败了 143万粉丝 我之前我都不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火的人 这个就是公认的T0最强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之前很多人都可以排上T0 不单只他一个都很OK啊 身材OK 但是没有看到脸 不做评价 好不好 不做评价 这个这个这个 嗯 好 好 这个我觉得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刺客片 就那种杀死比尔那个主角 哎 叫什么名字 就那种主角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很暗藏杀气 长发短发判若两人是什么体验 短发 这甜美谁能不爱呢 对吗 嗯 很好 我觉得今天就品到这里吧 再看下去 我估计我连人都分不清楚了 对 好看是好看 但是感觉好像都差不太多 要么就是甜美 要么就是A妹 你要我说哪个真好看 我真的说不出来 神仙打架 好吧 神仙打架 因为我没有那个颜值 然后我又不是女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些女的在 呃 你们女生眼里的话 你觉得她们怎么样 如果你是女生 你可以在评论下面告诉我 你觉得她们 好不好看 其实 挺好奇的 挺好奇的 因为你知道男女的审美是 有不一样的 所以那么这是我第一期啊 认真的 品鉴 美女的视频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记点个顶 点个收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关注我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想这期节目要么定个小目标 点赞破一千 立马出下期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